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BIM的新動力程 我們把它稱為叫白子催臉 為什麼是別這樣講呢? 因為事實上我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從滿早時期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做了一個發展 各位看,我們都會提一個事情 BIM是不是個巧遇 其實它可能對我來說是個巧遇 為什麼這麼說呢? 為什麼會想用BIM? BIM真正的縮寫 其實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Model在講什麼? Model在講的事情其實比較像是在談 做模的過程 那做模的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人會誤解為它 就是在做一個模型 事實上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它不應該是個模型 它應該要解決的問題不是模型 而是你如何去塑造這個模型的過程 你怎麼去管理它 怎麼去應用你的資訊 並且要怎麼樣去把所有的資訊 把它串結在一起 這也是我們經常加入學員在做的事情 就是如何讓所有的過程當中 可以被串結得很順暢 那對於需求跟趨勢建模方面 這件事我就可以問問大家 如果大家今天有上線的人 都歡迎可以回問 或者之後我們下線的社會 也請你回看 到底用BIM是為了什麼 你是因為你的需求呢 需求是什麼 需求是指 你想要快速的將這個圖 從一個模型直接切成很多張圖 或者是你已經看到這個趨勢了 比如說我們現在很多建業的 很多建設公司 很多基電技師 或者是有一些純粹就是 室內設計師 建築師的一些過程 他們就覺得這個是個趨勢 他必須要加入 最後呢 有可能是一個建模的問題 建模可以快速的完成 比如說以往用Sketchub畫完的模型 你還要再重新做很多步驟 才能將內容完成 那當然這邊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有些人會覺得 你用Sketchub做完一個模型 去Render是個漂亮的東西 但各位都知道 其實Render其實是很豐密的事情 Render固然重要 但Render的前提 如果你這個模型或這個案子 沒辦法拿到 那可能反而也是只是 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卻只有被得到一個很巧的事情 那我們就講 如果PIM是一種運作模式 是一種設計流程的話 它會發生什麼事 那我們就來說說 我們怎麼鍛鍊 我們有過什麼樣的一個考驗 如果來直接實戰 如果來點了未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事情 第一個 我們來談談鍛鍊這個事情 這邊會幾個 鍛鍊、考驗、實戰跟點 今天會分這四個章 而且這四個章 會很詳細的你去把所有的東西 都把它帶動一次 第一個要來斷列這個事情 我們來看看 這是我們最早的時候 大概2018、2017年 做的一個收網反饋 它是在高昌市美術館的一個 藝術的室所 我們來談談這個 學生鏡頭的內容 你可以看到其實它 在做的 當時在2017、2018的時間點 能夠Render做的事情 其實是很有限的 但也因為它不是那麼的具體 所以我們稍微做了一些變動 我們將這個模型看起來 就像紙模型一樣 把它變成像泡泥圖 然後鮮水泥圖 那種感覺 然後搭配上一些這個模型的組合 讓我們想要產出的這個事情 可以被它出來談 同時你可以看到 透過Bean Model的處理方法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模型可以直接 很快速的被我切出來 去做一些組構 同時我們在出圖的時候是方便的 包括很早之前 我們就在試著去做一些大樣 雖然它熟不懂 還是學生嘛 但我們在談的是 可以透過這些事情 幫助你提早的把 設計、模型、呈現、整 組合成一個比較好的流程 但這個是對我們來說 尤其在學生學習中常是好的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就是我們在談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 BI運動輸程這個地方在談 我們去到 神大檢驗所的第一站 就是我們在談 鄭大俊老師提的這個 你看 在這個地方 我們當時去上這個課程 因為在2008 剛去的時候 其實在談的東西 是一個 比較像是 一個禮拜兩天設計課 然後有很多很多時候 要去談 怎麼樣做回應的事情 但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去的時候做了什麼事 我才去 第一個禮拜 就下午做這個雷射切割 雷射切割不是什麼難事 但是 雷射切割不是什麼難事 但雷射切割是我們不會有軟體 我跟各位講 從很早之前就是有用電的軟體 我們那時候在做這個事情 就去做回饋 比如說 去剛剛為關這個事情 你可以看到 我們那時候 就透過模型跟圖 去產生這種所謂的斷點 也就是說 在資訊上 或是在模型上 它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斷點 去切割 去做處理 然後並且 將這個每一個機構 做一個不同的斷點 你可以看到 不論是在仿生的這個情形上 或是機構的仿生 機構的母學習 或者是仿生 比如說天鵝的頭 然後這個鶴的展示 或者是我們在講 這個 這個 它的這個 頭上的縮小 我們都事實上 都試著去做一些 真實的模型做體驗 這樣的訓練 其實幫助我在 很早期就是理解 觀察跟分析的背景 也就是說 這個觀察跟分析的背景 其實相當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觀察 你是不知道 怎麼去做分析跟組合的 而這個事情 對我們在做BIM的頭腦上面 也沒有幫助 那過來看 我們到比較中期的時候 就去試了這個事情 透過Ribis在建Model 所以我們很快速的 用機構的事情建一個Model 並且我們在設不同的兩個階段 讓它可以拉動 可以說話 所以它就直接 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好像就可以動 那當然我們就試著去做 一種排版 我跟各位一直在強調 從很早期 我們在做這個事 就是如何讓你的設計 跟你的空間 還有你的完成的成品 是可以串連在一起的 不再是只是模型 單純只是模型 這沒有什麼 都會幫我們體驗到一件事情 就是 你畫了很久的圖 或做了很多的事情 交給你的業徒 或交給你的討論的對象 他可能幾分鐘都把你打下來 這個事情就像你在看廣告一樣 你看一個30秒廣告 可能後面他做了30個小時 但30秒喜歡不喜歡 就是那裡灑爛著 也就是說 這個事情是應該被串結在一起的 那過來看 這個地方就是第二階段 你看 剛剛第一個階段在談這個事情 我們在談它的機構 透過這個機構 我們去理解它怎麼樣去升降 然後做個轉軸的變動 它就可以有升有降 得到一個不錯的方法 事實上這東西機構難不難 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 怎樣去串連這個事 它就會產生不錯的效果 然後過來這第二階段 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是一個比較單一個機構 現在做第二個向度 有兩個向度的 拉動的時候會上面動 下面動 在動的時候它就可以把東西扒開 然後又可以做擴展 所以它就會做另外一個space的轉換 再過來第三階段的時候 就變三個向度了 三個向度你看 動的時候它會有不同的走的變動 然後這個走的變動 它可以處理到另外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 在這種事情上面 它是可以建成的加序的 那各位不要忘記 這是2018年做的東西 這個距離現在已經有14、15年了 也就是說 反過來看看自己 如果現在用Rubis 或再用其他軟體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用這種方式去串 這個時候你可以跟我講 你如果還覺得 必須一定要非常非常高技術的外掛 才能做這種方式 事實上不用嘛 你看這麼早之前 Render跟軟體的處理 就是一個串連的過程 是很方便的 到那個學習的結束 你就做個車站 透過剛剛那個訓練 去完成這種 像是從鋼琴的機構 然後設計的構架 還有一些變動 去得到這樣一個 比較普遍架構的事情 這完全就是個練習 但這個練習 開創了我對於 並Rubis這個使用的觀念 也就是說 我們過往都覺得 它就只是模型 我們剛剛跟各位講 模型不是重點 重點是如何去鎖定你要呈現的結果 當然在線上看了很多人 可能是建築師 室內設計師 也有可能有些總部技師 各位要記得 我曾經的事情 當然就是我本人 我本人自己在做的一個發展 但不是說 只有我在做的事情 可以這樣做 所有人都應該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在那個完成之後 我們又做了第三個階段的學習 第二段學習 我們就要做一個 所謂的智慧博物館 智慧圖書館 那你看 我們就在很短的時間 一個禮拜出兩個方案 不斷地去測試 可能可以做的事情 最後得到這樣的一個成果 包括我們去做一個構架球 然後做一個整個流體的空間 然後去把室內空間組合起來 然後再把這個圖書排版出來 各位 這些東西都不是另外的排版 你看 這樣的一個圖書 它就是Ribbit出個平面圖 然後我快速地在裡面做一些色塊 然後把Render做好 把整個的剖面做好 然後配上一些我覺得好看的做法 基本上這樣的東西 在當時就已經得到一個不錯的回饋 所以讓我更加有信心的經驗 事實上整個的流程 它是可以串連的很順暢 就這個008年的時候 那剛剛所看到的這一切 就從頭開始到尾 它就是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這就是一個學期的算練習 在成大研究所的練習 我覺得這個研究所練習到的 給我當時的很大的反規 就是說 我們在面對我們自己的挑戰的時候 先不要設定自己指揮什麼軟體 而是要去思考 我們到底能夠透過這種軟體 去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而這個是很值得大家去審視的 也是這一次我在年前 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個 比較像是Ribbit的過程 好 那這當時的展覽就完成了 你看它大概基本上的模型都不可愛 這就是我在21、22歲的一個印象跟經驗 但我覺得也是相當有趣的過程 在那時候的我呢 因為我比較早出來工作 我就開始接案子 接到一個事務所的委託 我就跟他們做了一些小鏡圖 那這個鏡圖呢 就當時在做了一個像是一個BIM的應用 就是透過自行車的一個自行車站 那自行車站就做了一些簡單的提案 然後快速的將這個提案做出來 那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是2019 你看它沒有時間嗎 一樣2008 那這個時間點在做的事情 那時候Ribbit才在Ribbit 就是Ribbit 208 那那個階段 它的Render其實還沒有很好 它是Mental Ray 內建的Mental Ray 可是比剛剛好一點 那我們就在想 那時候Render很麻煩 那時候Render其實是一張圖一張圖一張圖 如果要做動畫其實是相當不方便的 那透過這整個流程的串聯 我就得到說 事實上 如果我可以透過軟體 會幫我把整個流程串聯 那我去做清楚應該沒什麼問題 在這個階段我們就理解 原來它是可以做鏡頭的 雖然當時的畫面還不行 但各位注意 當時沒什麼人加入Ribbit 根本沒有人在用 而且可能大家都 Sketchop那時候也才剛開始而已 也就是說那時候大家在玩Sendimax 在做很多事情 當然那時候Render就會很長的做法 但是如果你可以從平地透 包括你的整個簡報做完 那是非常方便的事情 所以你看 我們透過這樣的模型的製作 就可以快速的把模型做出來 各位剛剛看到 我們早期就在訓練這個事 所以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就很方便 那我們停下來問一下 各位 你們現在有多少人是這樣做事情 是不是還在Kat Sketchup 然後在Render 然後在Kat Sketchup 這樣不斷的循環 不論是學生也好 你是食物工作室也好 你是老闆 我覺得公司的流程 如果一直保持這種狀態 真的對我們不是很健康 所以 透過這樣的做法 可以快速完成 那我們在2009 我們就開始做一些跨影響的事情 注意看 這個是我在做一個小機器人的事情 這是一個Living Lab Workshop 那這個Workshop 當時就是要去理解很多構造 注意看 剛剛第一開始就講到 我們有訓練這個所謂的構造的事情 所以 你看我們當時的這個紀錄 就有去談 大概這種構造的變動 有沒有 所有的水域其實是串接在一起的 並不是特別被分開的 那我就透過我們剛剛理解的東西 雖然機構不是那麼詳細 但是 248小時的Workshop很短 那透過這個很短的狀況之下 去做一些快速的結果 好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知道說 這個怎麼樣去開合去解決 然後去做一些其他的這個變動 然後讓我們這個整個葉子 可以被快速的去 然後長久 那這個 到2009年的時候 我們在做了下一個動作 就是這個統籌性的四孔合作 這個統籌性是好合作 在談這個 一個高的大廈 在談這個超高樓的設計 那這個時間點 其實很多人 那當時在做這個SkyStrapper 很多人很厲害 但因為我們想要做的就是 一樣想把這個流程串接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做了像這種 簡單的量體去做一些事情 各位如果關注我們頻道的人 在我們今年2023 我們做了一個很快速的 2023的量體這個介紹 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怎麼樣做的方法 那這個當時也在EVO官網新聞網 也被登附上去 各位看 基本上我們就是透過Rubitz 去做一個很簡單的基本內部 然後後來 簡單後製的一些樹上去 把都市的尺度把它做出來 它就可以成為一個 我們想要探索的一個 所謂的Tower Core City 就是兩組胖角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不簡單設計 我們想要談的是 我們在應用的磁面 其實是相當多元 它不是單純只有一個單項 它是多項 那我們再看一看 其實剖面剖下去之後 可以看到下面的這個車道 然後上面的建築物的尺度 還有看到下面去的時候 我們剛才看到機械人 剛剛各位還是機械人 機械人拿著天荒板上爬來爬去 這件事情在當時2009 看起來還是天荒野 各位 現在世界上出現了 讀這個事情吧 我覺得在高點教育 或是在所謂的研究所教育當中 我們需要探索的東西就是 還沒有發生 但是看得到的Vidget 當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想要去做一些 發索的變動 做一些可能性的穿探索 而這件事情看起來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回顧也是相當有趣的事情 那後來在一樣2009 我們就是參加了一個 都市進途 就是高雄市這個感官區 現在都已經變成是 我們的流行樂中心了 其實當時我跟另外一個學長 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是試著想要去談談 整個區域的這個感官 他怎樣去串進做的東西 在那個時間點 2009年還沒有蓋房子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已經有 國際進途的前導說明會 我一起看過 那覺得這個區域 其實是高雄必然要發展的內容 那我們就那時候提出一些方案 然後透過像這樣整個 整序的模型一見識 各位記得 這個時間點其實也是我大概才 我們在21歲、22歲的時候 就是剛剛畢業的第一年 那我們就是想要 試著提出一些方案去 透過我現在知道的軟體去處理 那說一看哪有趣 這個地方 我們當時就提出了 可以轉彎的這個橋 現在不就有大崗橋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不猛而合 其實事實上這個是必然要發生的 因為這個路 我們做這邊轉機學 不能進出的 所以在很早之前 我們就要談這個事情 而這個事情其實是 很值得我們去探索的 不論後來變什麼樣子 我們都覺得這個區域 就是值得我們年輕學生那時候去做的 注意看 我們在這邊要談的是什麼 以Ribbit去做主導 而Sketchup可以匯入量體模型 進行電腦整合測試 這個時間點的學習是什麼 所謂的Ribbit跟Sketchup 是可以整合的 也就是說Ribbit其實是個平台 我們不再把它視為建模的基礎 這是相當重要的觀念 所以也請各位要理解 那不論什麼圖說 你看不論是它的這個 鳥漢圖啊 區域的透視圖啊 或者是整個的這個配型圖 或者是整個的這個配型圖 我們都可以透過簡單量級 提出的概念 這個概念就可以完成出 我們想要提出的方案 那龐漢圖的2009年 我們就同時間 各位都知道 這個可能我們很早就會使用 但各位可能 沒有在直播當中跟各位講過 我是一個很早就要自己獨立出來工作的人 也就是說 我大概在大一大二的時候 大概19、20歲就已經沒有在臨資助等幫忙 所以我必須要不斷地自己打工 自己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很早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做很多業務了 那當然我有機會我去拆你 我不會覺得自己是學生會累 所以我可能比別人更早一點 去應用到真實切面的事情 而這個切面的事情 也更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希望大家理解 我們在切入這個事情的時候 不再是model 而是業主需要什麼 那這個是個住宅 可以看到我們那時候 就一樣是當時 到現在都還是一樣的 守會的流程 透過守會去做一些簡單的說明 然後我們就會去建議一個model 去談我們要談的這個故事 然後這個 我們畫這種模型 基本上只要放入這個人 其他什麼都沒有做 就可以談出一個故事 那其他還有一個高視角 那我們就不要太醉視這個事情 就是小住宅對大家來講 沒什麼 但是小住宅能夠談的事情 他怎麼樣去整合整體的流程 是相當有趣的 好 那一樣是2019年 我們就那時候 繼續參加淨土 那有幫助了一個事務所 去得到這樣的一個比賽 這個就是現在的高雄成品 成品的 柏惡那一間的產品 那他的前身就是幫我們 是老公博物館 而這個博物館 現在就是柏惡的產品出局 當時裡頭 我們在提案的時候 就做了這個事情 然後這個提案 你看這個 包括他的這個屋頂構造 他這個整個模型的關係 包括我們怎麼做模型出來 其實都是串疊在一起 然後怎麼開天窗 然後怎麼把构架保留 然後在裡面做一些簡單的合成 而2009年我們做的這個 其實是覺得相當有趣的 就是說很早之前我們就在談 怎麼樣讓這個 從設計、進圖、報告書 它是一個流程的貫傳 而不太像過我們一樣 我先在CAD畫完 再到Sketchop建模 再到3D by Strender 然後再把圖下來下來 然後再去合成 然後再進到CAD的排版 再進到Cold Draw Photoshop合成 然後再進到Strender去出圖 然後做成海報簡報報告書 天啊 那個流程都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這件事情 兩個人完成一個進圖 對當時的我 對當時的我 這個大概一千三百萬、一千五百萬的公審預算 當時也算是比你現在兩千萬 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經驗 也就是說 他真的是我參與 然後拿到了進圖 覺得很有趣 那以前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 如果現場有在看的是學生的人 或者是你是剛出社會的人 看看這件事情 很早之前就可以做得到 你相信不相信自己而已 然後不然2010年 2010年有個黃修華 這個 算是集團負責人 他開發了這個blocks 很酷的blocks 那我們那時候開始去理解到說 原來在談所謂的 BIM的時候 它的information到底有多麼重要 在建這個model的時候 因為它就是已經做好一個sketch model 但是我想用Ribis model去做這個事情 我就在想說 那我是用內建模型去創建它 還是我是一顆一顆原件去做這個事情 你如果今天只做一個斷點當然沒事啊 但如果我今天不是做一個斷點 我可能要組合它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它是可以組合的 各位看 它裡面是可以拉伸可以關起來的 它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材質的處理 然後我就開始去試 怎麼樣去把這個東西做組合 做成原件 做成非常多的部件 然後去把它組合在一起 透過定位的關係組合 在這個時間點 我終於理解到 原來BIM的原件的觀念 其實是在於一個定位當中的相互組合 而這個組合的東西 老實說跟各位講 我們常常在課程當中跟大家分享說 很多的這個命名的關係啊 很多的相對原點的位置啊 還有它的組合的觀念啊 還有它命名的這個組合在視序上的關係 你沒有跟我操作過 你真的很難理解 你要操作過你就知道 如果你沒有這樣剪真的是悲劇 透過我們那時候還在 沒有什麼線上的Instagram Render的時候 它可以做出一些不錯的Render效果 同時現在你看 另一個階段就理解 構建模型跟原件的多元組合了 你看到室內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這個每個部件就可以被拔掉再放上去 然後再組合上去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2011年 我們那一年去參加了一個 這個視覺攝影師組講 這個事情其實是研究所的課程 大概是錯課的課程 說一下 說一下的課程 我們剛剛講到建築師提出了三個主軸 就是說在一個基地裡面去提三個不同的元素 第一個是土 第二個是風 第三個是水 那他選了一個基地 大概只有一個很小的基地 就是這麼多的基地 那我們去提案 提出說我們大概在裡面的建築 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包括你看到在做土的時候 我們特地將它往下挖 然後去產生這個樓梯的波道的變動 然後再從中間打光下來 所以你看模具上面的四次性 包括我們的這個Gungo 它怎麼組合 然後後來提到風 風在談什麼東西 自然材料建模的時候其實不容易 它其實是需要去解決一些它的風向的問題 還有它這種材料的WL的事情 以前在談Render的時候 我覺得到現在很多人都在做這個事 有點像是我做了一個牆 就貼上一個我手在採一次 可是你做這種感覺來啊 你看它上面又有網 有沒有 又有那個擴張網又有石材 然後還要稍微有點透光 那是要花點力氣的 那對建模care的人來講 就會出現一個狀況就是 我是為了建出這個效果而建模 那我不是 我那時候就在試著怎麼樣 透過單純的複合材料 去把這個網片透明 而裡面的這個石頭是深的 另外一面也是深的 然後裡面的石頭 事實上可以透臉光的效果去把它做出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看到第二層 購物架跟材料的變動 而第三個呢 這是在談水的教導 那水教導師在研究 怎麼樣讓這種水的材質 可以出現得比較自然的流動 包括我們在談這種構架跟大硬的關係 那當然這個案子 最後也在那一年 得到了四月設計建築獎 而且還是在Honory的Member裡面 選出來的 所以還蠻開心的 也上了成大的這個年建 我記得是封面第二頁還是第一頁 所以還蠻開心的這個事情 那透過這件事情 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都不太希望去談設計這個事情 為什麼? 設計這件事情其實是很見仁見識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談設計這個事情 他可能會出現一個狀態 就是我好像在談一個個人的理念 但是其實如果透過我們應用的邏輯來看 那就不是單純理念而已 他談的有可能像是比較像 我們想要透過我們的能力去 去串接這個世界 可以串接是什麼 剛剛說的就是年建 你看到我們有上這個刊 然後有做這個整理 那過來在2010年 我們這個 我來說是要畢業了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 永續城市自行車建築的地方 注意各位看一下 在這邊把我們印象 剛剛從開始到現在 這兩年的說了一切 有點就是擠大城到這個位置來了 很多同學其實 在這個時間內還在想 我畢業設計要做什麼 或者是我人生中 到底每個天都要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有時間在現場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這個事情 就是說 你看到其實 你人生走過的每一步路都不浪費 你走過的每一個當下 如果你珍惜你當下 用力的 努力的去完成你當下的最好狀態 這邊就是一個很好的實證 OK 那我們在這邊 我先開個影片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高雄的剛剛那個海岸線的關係 那這個海岸線的關係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其實是一個 很串聯的事情 我們在談這個故事 想要透過這個故事怎麼樣去幫助我們 理解這個整個的觀念 然後從工業都市的關係 一直慢慢的走向現在的這個 觀光城市 這件事情是在2010年做的 現在已經高雄是觀光城市 這樣大家都知道 但是當時我們 也跟高雄一直在學習這個事物很明顯 以前的水岸的地方 在這邊 它如何轉換成現在的腳踏車道 護行車道 然後人行道 沒關係 當時的這一個 論文的 口是我的人就有林青龍 這是我們的副市長 所以 他看到這個 他就覺得相當有趣 而後來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什麼機會 跟他產生鏈接 但是我看到高雄像那邊 我自己是想到 腳也開啟 所以這個是2010年 那當時我們也有 有多次委員在裡面 看我們的口是委員 談這個是 很早之前在過的事情 我們剛剛也是在談 所謂的紅關 巨關到五位關的事情 他就在談 一個高度到中間 再到五度 那這個地方的三層架構 就變得相當有趣 可以去談整個時代的這個關係 然後這個都市的開端 好 再來看第二層 好 那我們就在談 因為這個事情 他其實要談的是一個 濃縮時代 這個有趣時代 現在大家都是一個必然的事 就讓究竟你今天都是事物 總統就在做這個事 但其實我們 這個事情早就在進行 我剛剛是不是提到 研究所其實要教你的是一個 Vision 而不是教你食物 如果很多人去教練 究所需要學食物 我覺得你去哪裡就必須吧 這個Vision就在談 我們怎麼樣去看整個交通網絡 我們怎麼樣去看整個文化出發點 然後哪些東西可以讓人們 可以在那邊逗留 可以在那邊學習 可以在那邊交流 然後還有什麼不同的東西 讓你去吃飯休息 所以你必須要把生活的品質 把能量 把開放空間 把綠化放進來 改善這些 原來是看起來 非常不想像的異己的位置 那你看 我們怎麼樣去準備一個concept 這個concept 我們就提了三個東西 比如農樂區 自行車區 跟產業區 把這個不同的 本來就已經聚焦了一個地方 去置入一些違建圖點 那這個違建圖點呢 我們就要去做一些架構 在我們的課程當中 常常提起架構的事情 我們要把架構拉進來 把不同的內容 把它一個一個串列起來 而串列完之後去談 它大概會有哪些不同的事情 要把它串列在一起 各位 這是2010年的事情 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都還在發生當中 然後透過這個引額VTOS 去做整個的串連 然後把每一個端點 都可以讓它有 基地上的一些意義存在 我們大概就做了幾個 剛剛的這個加入 我們總共做了8個點 這個8點就是我在最後 碩士生涯的 3個月內完成的事情 3個月內做8個建築物 8個模型 8張圖書 8個寒暴 還有整個基地 那我們來看這一段 這就是我們整個設計的過程 可以看到從一開始的這個端點 這個其實是第一個 我們分三個區域 所以第一個區域 就是鐵馬格式城市這一段 你看這是自行車區 它是主要的中心發山區 那這個發山區 就從這個地方去串接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 需要一個比較巨大的自行車 的停車站 所以這個停車站 就可以看到它是一個 具體的核心 我們想到一個很 意想定概的東西 把腳踏車關 可以讓它不斷運作 看起來就感覺 我好像可以不斷去騎車 然後過來就是一個 中間的休息車站 要讓人家可以眺望一下 這個附近的船隻 然後可以上廁所 所以它必須要去串連在中間點 我們也做了模型 透過BIM做模型 然後方便切出來就好 然後再去做另外一段 就是中間院區的一個 自然的水圍縮的區域 然後去串接跟我們的船 產生一個環面的組 然後再過來我們到產業區 產業區需要的東西不用太大 我們就是去改造一下 它是這個 路在旁邊的橋 讓人家可以走到橋上面去 然後躺在那邊看看 怎麼接近 當然這必須要切體 就是愛合照或想想 不然就不行了 然後過來做點簡單的車站 做一下 全部都裝Ruby的畫腦 我沒有別的軟體 我也不別的軟體 透過這個東西 不斷的創作不同的可能 然後再去看 我們去這個海邊 做出一個可以停在那邊 看到這個海景的地方 然後透過這個地景 把事情拉起來 然後腳踏車是可以騎到裡面去 它是My City 然後最後 我們來看到能樂區 就是比較開放的 這個所謂的自然的開放區域 那邊有很多鐵道的位置 我們可以做這個事情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個地景當中 拉了一些 後來新代部看到的這種 很高的這種樹 當然這個是尺度比較低 但是我們也透過Ruby的去看 這個光線怎麼樣去發展 然後 讓小孩可以玩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腳踏車上去 然後也可以有人走來走去 然後還有一個滑梯也落下來 這都是很好玩的想法 但是我們也透過這件 直接做模型出來 所以整個Live Network Carrol 這個Cosonic 就是一個組合的結構 好 那我們 回到我們剛剛的情報來看 好 那 各位看到我們剛剛說 這張椅子是自然的成果 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說的這幾個點 所以這幾個點就是我們來彈的 那當然這個地方也不是沒有成就 也不是沒有機會 我們就很開心的 就得到一個 這個2011年又再度得到的 世界社群建築獎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圓缺的一個空間 就是它一個通道也可以 景為一個道路 也可以成為 很多積樂流程的位子 那對這種橋段 在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如果它賦予它不同的功能 它當然就會產生一個 對於都市的機能 或者是都市的修憲關係的觸發點 好 那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在這種 比較特殊的線體當中 怎麼樣透過Rubiter 去做一個多元做程式的線體模型的發展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就印證給大家看 透過Rubiter畫完的圖 去做一個簡單的機密模的組合 然後把這個東西切出來 直接切個完 直接組合 所以做這個模型 大概只要4個小時就完成 4個小時做完的模型 對很多人來講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你如果在模型搞定的話 這個模型其實就半年完成了 所以我們剛剛不在印證淨補這個事情 或者是你現在做 真的你的科目的案子來講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印證 注意這個年是2010年 距離現在13年 不是說去年的事情而已 那後來看到這個事情 包括Rubiter 剛剛說 燈光的顏色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透過光線去做夜景的處理 就可以變色 這個其實在我們課程當中 會提到什麼 要去改變那個燈光顏色的變化 那一樣的 這麼小的東西 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做這種 蕾色希克亞克里亞 所以你看 這個模型也是這樣做出來的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第一階段來串聯的是 管理知識、邏輯知識 第二階段來試著做軟體的變動 第三階段在做淨土的這個環境 這個階段在談到後端 準備要10座前的回饋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提到 總共有9張海報 每一個案子就是一個點 總共有8個點 做了所有的模型 做了3個月的時間 還包含寫論文 那一年的論文 還有獲得台灣建築學會的 幼郎措施獎 措施論文獎 也就是說 這件事情就有點像是 我們過往的一個整合 透過我們每個湯下的努力 去完成我們想要完成的 這個階段性的節點 那其實得不得講 或是做不到什麼事情 到底不是最重要的點 而是這個其實只是我們 有沒有對得起自己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分享 課程或分享我的YouTube內容 或是躲在我們的課程學當中 我比較在意的是 我所帶給你們的影響 是不是幫你們開的那上門 幫你們燃起的那把火 幫你們準備的那個起點 你們一定要站在我肩膀上往後走 而不要只是看著我 說人你好像你做了什麼東西 我做了什麼東西 我只希望我是你們的起點而已 好 那我們來談談考驗 因為碩士畢業 當然我讀了博士班 但各位也要知道 其實我沒有跟各位分享過 就是我讀碩士、讀博士 甚至我大學的時候 我就在接案子 我就在做工作 所以在我們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不斷的接案子 所以呢 我在2011年進到成大博士班的時候 就有一個Istude的案子 這案子很有趣 它其實是一個教室的改造 這個透過教室呢 去加入一些我們所謂的智慧構造 有些sensor啊 一些觸發點啊 然後透過我們這個digitification 去做這種所謂的智慧製造 注意看有沒有很面熟啊 剛剛我們才在做這個事情 在模型當中去做成圖 然後圖再做成小壓克力對不對 現在我把它變成真實的檔案了 也就是說把它變成真實的大塊的 是我們做去Lazer Shack 然後做出實品 這邊有個影片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稱它就是Classroom of Future 你看 這個內容呢 其實就是我們可以在兩段的做不同的變動 從它的彈性處理啊 到它的互動性啊 還有它為了置入性的這種可能性 可以看到其實在這邊 它的這個內容啊 我先把聲音打開 我們稱它在Istudeo齁 它就是有點像是在做 我們現在都看到的 YouTube上有Tag的一個東西 你看看喔 我們在這邊談這個課程啊 我們可以隨時隨時在不同的地方轉換 所以它不是一個指向性的課程教室 這幾個板子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還有專利的一個教學桌 我們要給各位看它怎麼翻 然後到後面去可以馬上把 柴面上的模型拿出來看 各位對著還有印象 對不對 這是我們剛剛碩士般的那個模型啊 那我們再來講 Smart Floor 就是Sensing Best Special Spatial Configuration 就是你這邊 踩下去之後 我們就會觸發個機制 各位如果有看過這個 這個汽車旅館 有時候就看到什麼東西 它其實就是透過一個東西 去觸發個機制 然後這邊就可以踩了之後 托彈機自動向下來 托彈機自動打開 然後課程的這個模式 直接轉換成新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上課 那過來了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No Not Web Casting這個 這個東西在現在已經不算省了 但是 這是2011年的事件 所以 我們那時候就有點像是直播 然後另外一邊我直接直接畫 然後同時 對方就可以跟我互動討論 當然這個 那麼多年前在做這個 是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有點低冷 不過我說了 Vision這件事情就是 看得到未來 而這個也是發生的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在做 因為提到的這種 教室是沒有邊界的 所以你看我在畫的 其實對方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討論 討論的時候 這邊就可以直接 在上面做一些註記 或者做一些tag 所以你看這邊 不是有這種所謂的高點 就是哪些地方 是看起來很有趣的 哪些地方看起來是 很可以去談 可能的內容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 出現這樣的結果 那我們剛剛提到 不是有Transformer 的Damp 就是這個地方 是第一代 我們做的第二代 這個第一代就是 可以把它整個立起來 然後電視可以打開 這個其實 後來一直關係 我覺得這個東西 也不太會出現 但是其實這個後來 它是可以組合的 然後可以變成是一個畫本 所以剛剛在中間的時候 看到它是組合起來 變成畫本 各位看到我年輕時候的狀態 這個大概才23歲 還是24歲 我們年輕的時候 實際連線的事 所以你看到 這個我們在講 Teachers Without Bounders 你看 就在上面講的時候 透過手機一按 它就可以馬上直播 跟外面人做連線 當然這個通過現在的Roon 或者Google Mix 已經不是什麼難事了 但是 在這個的組合之下 這種課程的氛圍 就會變成沒有被限制 也就是說這個人 如果他在國外也沒問題 他不是非得要在同一個區域嗎 不是非得要在同一個國家 所以你看 他結果SMG連線 打開之後 結果可以看到 他剛剛所做的事情 直接串連這樣 所以 這種 這種 概念在提出的時候 其實都在想著 如果我們可以幫助 整個的學術界 整個教育界 可以產生什麼事情 那就會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那我們剛剛提到這個Sintech 就是說 你看 我正在演講 這個老師正在演講 在演講的時候呢 他可以在正面直接 去做一下覺得很棒的觸發點 然後他在按 按的時候就會有 注意看 現在YouTube在做這個事嗎 我們當時應該 把這個事情轉理了 哎呀 這個事情轉理就給他 專理起來 你看 你看這多厲害 但是這個也不難 其實他早就有人在做 但注意看 這個就是這個同學 他真正去自己寫的程式 在網路上的程式 然後就有這段點 這邊可以留言 這不就是我們現在直播的事情 是一樣的嗎 也會有所謂的是 觀看高點 觀看低點 它會出現或結束 會跑掉 會留下 會有人性假日的感覺一樣 好 那 這裡你可以看到 旁邊的人 外面的人 也做得到這個事情 也就是說 他也在直接看到這個地方 所以他可以即時回播的嘛 就像我們現在直播 其實直播完的過程 就可以讓他回播 當然我自己的直播 好像不能夠馬上回覆 但當時我們在想的是 直播的當下 他就可以馬上去看前面的事情 然後旁邊可以有人在聊天說話 注意 那時候如果真的跟這功能 現在才有 我們不是那時候的 我們很早就做這個事情 我們很早就做這個事情 所以 這個 參與的這些成員 現在都是 各個地方的教教者 這個在荷蘭凱布特大學當教授 這個在陳娜當教授 一個是我們學校的陳娜老師 這都是一些很厲害的人 好 你還多年一年 秋天 好 那我們就回來 上我們現在的這個內容 好 所以 2011年完成這個事情之後 我們就大概走到下一個階段 那你看 這邊就是我們那時候完成的這個幾個 我們還做了簡介 然後也上了新聞 所以 剛出博士班的時候 其實好像不是在做些什麼 但是又覺得很有趣 就是 我好像真的在整合我們過往 做過的那些有趣的事物 不是單純只是在做一個 模型 單純只是在做一個 packer 都不是 我們在整合了這個事情 那2011年呢 我們去參加了這個 這個 這個智慧綠建築的設計創意競賽 那時候我們提出了 另外一個整合 剛剛各位在2018年看到我們做了個 機器人對不對 那我們有個學長 這個潘博士 他那時候對機器人就相當研究 所以我們就跟另外一個 這個沈陽平老師 那時候他也是博士班老的學長 組合成一個team 我們三個人負責不同的 我們負責建築 所以我負責這個建築物的 構造啊 鎖面啊 然後他的一些綠建築的事情 然後 然後這個 沈老師就負責整個 創意發想 跟機構 然後潘博士就負責 機器人的組合 跟構造 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在做的這個三角形 就是在講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 嗯 如果我們能夠理解 我們在做的這個事情 其實是一個合作的取向 那麼 就更知道邪惑的重要性 好 那 當然我們要提一下就是 但是 進的不是斷還是要做一些比較寫入的東西 那 那 學術的東西就要提升你的所謂的mindset 就是思考而知 那我們 那我們 就開始去投西刊 投這個論文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在談這個所謂的reform and design studio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未來教室 透過這個整個的架構去談 那是怎麼從樹下產生這個建築物的空間的 然後再如何在自然的樹下形成一個教室 這是Lewis Kahn 的一句話 名言 那我們 剛剛這個東西就變成是怎麼樣做技術 然後去做組合 後來看 像拼圖的卡榫有沒有 然後做sensor去做組合 去觸發一些機制 然後過來呢 因為我在做2013年的時候 我在修博士班的時候 有修到一個課程的設計研討方法 那我們 那是劉順老師知道的 都用設計方法去做一些推展跟邏輯 用repeater的這種東西去產生各種可能 那你可以看到 我就是透過那時候的夜脈的概念推展 去做一些設計邏輯的研討 你看 透過夜脈去產生它的這個架構 然後這個架構呢 可以看到這個有微管束的觀念 夜脈不是有微管束嗎 所以這個水呢是真的會走的 各位 我剛當時是真的拿這種千流化的葉子 去把它搗碎 變成紫色的東西 然後用滴罐把它滴上去 滴下去之後 讓它自己走走走走走 走到裡面全都滴出來 就是在探索的事情 就提到另外一個層次 就是從我們的原來是2D、3D、4D 包括這個整個的自然界的轉換 然後去切割這個模型出來去組合 OK 後來我們就開始做這個所謂的合中合的觀念 去做一些接近的雕刻、Pattern的處理 然後產生一個比較好的完整的線 然後再透過這個完整的線 去產生一個裡面的近中性的盒子 然後再透過這個事情 不同的這個類別去產生打光效果 出現這種所謂的組合的錯綜的線 所以這邊都是研討方法的種可能性 當然這種東西它可以根據你自己的發展 去做很多不同的內容 但是當時這個東西對我來說是相當好玩的地方 然後後來剛好我們那時候有案子 會跟各位說我很早就在做實案 所以這是一個工廠的空間 那我就透過這件事情去試著這個工廠外面 這個模具化的工廠去做這種貼合 而剛好這個工廠呢 它就是在做雷射跟機器手費的工廠 所以它的小公司就被我拿來當成一個實驗品 那當然我就是用了一個相當低的設計費幫它 但是我覺得我們又昇華到另外一個不同的層次了 就是在學習、食物以及製造當中開始做這個串連 所以你看到最後完工的狀態就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透過這個事情 把鋼山都市的階景去做一個叫做Pattern的牆體 然後最後完工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你看到它的外觀的這個Pattern 還有分割的勾縫 以及這個開動的洞口進到空間裡面 就如洞口在做模型一樣 所以大概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怎麼樣讓廠去自動生產 去做一些有趣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這個時代 在當時也已經有一個Double Fossard這個觀念 就是說從建築的Double Fossard去做一些 好像很不一樣的狀況的結果 好那到2014年我們就真的要去更深入的去理解 所謂的這個建築資訊在這個事情 那鄭老師當時也是跟我們談 其實在建築模型跟建築 建築形效的這個軟體平台 要做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做不同的事情 怎樣去解釋 那透過這件事情呢 如果說我們可以去引導這個事情 那有可能我們就可以去創出一個新的流程 跟構架 跟各位分享 這個也不是我隨便說的 最近就發現這件事正在發展 但是現在是2023 這是2014年 因為我們在談什麼事情 看這個整個副相導演的建築資訊戰 就是透過我們BM的模式 去談建範廠商 去談設備廠商 去跟消費者產生鏈接 去跟建設公司產生組合 去跟營造廠商產生環節的處理 然後去做訓練輔導 而我正在做這件事情 跟各位分享 最近有感受是這樣子 你在想什麼 你決定了什麼 你看到了什麼 這事件可能就真的會發生這樣的事 當然那是在你眼界當中 而我自在發生這個事 我覺得相當有趣 也相當期待 那這東西我們當時就做了 這個什麼的失窗商記 所以你看 包括不同的材料構造 不同的資料商的關係 還有不同的組合 它可以呈現這樣的結果 是一個很有趣的發展 好 那 過來呢 我們就進到一個生命週期的事情 在同樣的那一年 在做專案指南這個事情 專案指南這件事情 就變得有點乏味了 但是這個乏味的東西 對於老闆們 或是對於高階主管人 是重要的 它是必須要知道 資料封包是怎樣處理的 所以 從頭 能源分析 設計模型的認證 4D模型的建構 3D模型的整合 設計模型的認證層級 到怎麼樣把它紀錄編成 這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生命週期的南瓜項目 要注意的是 從完成端 決定開始端 而不是從開始端 決定完成端 這個事情 這個是相當值得 我們去看的這個內容 所以說 從管理營造到設計這個地方 是可以去做串接的 來 幫我翻個椅子 讓它進來做的 好 這次的事情當中 我們那時候就做了一個 專案檢驗行詞 透過這個 成大器件有史上武器無事的案例 去做了一個事情 好 那我們就來談談實戰這個狀態 這個從剛剛開始之後 就開始去應用 從我們比較早期的時間 2008年到現在2014年 這六年間 我們又產生了什麼樣的可能性 然後 用這種真正的實戰 再繼續去串聯 去做後續的發展 OK 好 那可以看到這個案子 就是一個RC Ready Pop的事情 這個事情呢 就是我們在談 整個的空間 它是怎麼樣 透過模型去做處理的 然後它怎麼樣去把這個所有性串聯在一起 而且也可以讓我們剛剛在做的那個案例 變成另外一個案子的發展 剛剛那個案子在岡山 這案子在高雄 我們透過一個島七 7的這個事情 其實這個案子應該現在還在 去做一個附近的變動 然後 這邊也是當時我們所做的這個事情 就是怎樣 在真實的案子裡頭 我們在Ready Pop做完之後 把它轉成Skip Time模型 然後再把它 然後去做測量跟實施 這件事情的串聯 對我們來說是相當有趣的 也相當直接可以去應用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透過這樣的應用 跟指摸的這個處理 這個所有的處理上面 在現場上面 就會容易找不到尺寸 找不到尺寸 那我也不可能第一大人跟他討論 所以在這個階段 真正實物的實散階段 我們就發現 Rubison在現場的實物是相當重要的 後來到高雄大工博物館二館 這地方在談什麼呢 就是 透過建築外觀的這根室內整個 我們去做一個整個建築物的變動 所以看到這個是後來完成的結果 所以透過這個 原來它是很舊的狀態 但是我們去 怎麼改善它 然後把整個模型建立起來之後 去做一個VASA 跟燈具的處理 怎麼去把它做這個構架的變動 然後並且 透過這件事情 去做一些特別的構架 讓圖縮 大樣圖縮跟細節圖縮 都可以完全一致省 所以在這個階段 對我們來說 就是真的開始走向實在 以前都還是在做一些小案子 學校的小案子 這邊開始做一些建築的立面的變動 那因為整棟案子都建起來了 所以也很有趣的地方 我先做了三樓跟外面 後來四樓、五樓、六樓就做了 這個也不是每個都發生 可是就是建了模型 你接下一個案子就完全不怕 你的資源比別人多 要輸也不是很容易輸 除非你真的亂做了 所以你看 後來我們就做了四樓 然後又做了四樓 又做了四樓 然後又做了四樓 包括裡面的變動 包括裡面的這個 我們在做這種 所謂的材料變動 其實這東西對我們來說很容易 就是我只是圖出出來 放一個人進去 然後結束這張圖說 我也不用再特別做什麼 現在的變動 這對我們來說其實是一個 順暢的流程 然後在我們裡面的這種空間 例如你看空間的燈具 然後這個的構架怎麼做處理 它是可以串延的順暢 包括我們要做的 這個時空圖 都可以一起做好 那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就 因為剛剛的歐波幌案子 R7的案子 我們就受到了其他人的介紹 我們就直接去做了這種 所謂的 這個 另外一個層次的淨圖 這地方在柏爾 剛剛我們看到柏爾對不對 柏爾的那個成品 旁邊沒幾棟 這棟圓空又早上來了 那當時我們做進竹的時候 其實這個案子也是一千多萬而已 但是我們就提出一個案子 想要把貨櫃什麼東西 組合在裡面 做一些有趣的流行 這個當作一件的東西 登具 然後提出一些方案來 那提案時間通常這都是個五天 所以五天你不需要 伸出所有的模型 還要伸出所有的報告書 還要伸出所有的計畫書 就這麼短的時間 五天 因為一千多萬的案子大概就五天 談印列印的時間 談送到那個地方的時間 還要壓線親自送到 這個做柏爾的都知道 就時間都很短 不要開玩笑 一的案子也就是十天而已 都很短 所以說這個狀態 我們在測試這個事情 就需要開始有這些模型構建 看到沒有 有些開始小的模型構建 這種東西就不需要讓我們去理解 那種小的模型構建要怎麼處理 哪些地方要整 哪些地方要整 就變得很有趣 我們也開始理解到說 原來模型資料不這麼重要 你平常要找找不到 你突然要找 你已經剩裏天堆那麼趕 你怎麼找 這不叫快筆把它找 所以累積資料部的事情 在這個時候就萌揚了 就開始覺得 如果我們每次資料部 什麼都線上直接找 那個效率太差 而且你在找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那是不是你要的 所以變成說 我們必須要去理解 怎麼樣分類 怎麼樣管理資訊 怎麼樣去命名 這個時候就開始萌揚了 必須跟各位說 也不是一開始 我就這麼清楚怎麼管理你 我就是媽的 到這個時間點 我可能都還是很會葉母這樣而已 我可能稍微知道一些材料怎麼應用 稍微命名一下 讓資料好早 但那時候還沒有到很命名的 身後成績 也就是說各位 你千萬不要覺得說 我們裡面很厲害了 或是我們做很前面的 你加入會很慢 不會 我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我今天為什麼要開上直播 就是要告訴大家 所有的資訊都是一定是從沒有到有 一定是從自主到身後 那你們如果可以站到我們 基本上往上走 肯定是更好的 所以你看裡面的這個資災啊 構造啊 燈具怎麼裝啊 這這個時候都已經不成問題了 因為如果不會的人 就想說這燈具怎麼裝上去 這其實也沒什麼 就只是在裡面 建入一個引擎樓板而已 就解決了 引擎樓板就解決了 這條件怎麼裝都很容易 那後來完成的狀況就是像這個地方 當時的市長就開始做計程會了 那到2015年我同時就開始進入到 試煉設計的階段 也就是說 那時候開始做大的案子之後 回來看就可以看到 其實試煉設計可以做一些特殊的可能性 那因為本來都在做建築比較大的東西 那進到試煉設計的時候 就發現不一樣的事情 那這個案子就是在談整個的 空間的這個組合 這是在台北市溫州街的一個老屋 大概三十幾年的房子 那本來都是很破舊 裡面還看得到柱子都已經打到 我們怎麼把它轉換過來 然後一樣也是完整的把模型 好好的仔細線出來 然後將模型的構建一個一個把它做出來 然後再把家具跟空間的高度尺度 還有一些比較錯的兩 把它拿來好好彈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我們就已經開始可以去理解說 這個材料的運用在Ribbit裡面 要做哪些事情的處理 厚度啊 兩面材啊 足夠關係啊 五金的零件啊 不同的構建的元件 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的設計還不是很成熟 就在談很多材料的組合 但是這個時間點在做的事情 就是 有可能是我個人對於Ribbit的一個熱愛啊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應該可以做很多這種組合的方式 嘗試 然後最後也得到一些不錯的成果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那時候 為了要讓建築的一些觀念植物到這個空間裡頭 我們還特地將這個所謂的外層 就是Passar 也就是說一般鐵霜都很難看嘛 銀色的鐵霜嘛 我們就還特地做了一層 可以變化的這個鐵霜 就好像就是要照這樣 就跟照這樣的木頭去分割 我還特地從不同的建築去自己搬這個 這個食材 跟這個花 上去親手 怎麼挖這麼種 所以相當好玩 相當有趣 那就可以感覺到說 其實從設計切斷 討論階段 施工圖階段 施工階段 到完成階段 到攝影階段 它是一個新的流程 這是這個時間點 這個案子大概奠記了我對於市內設計的基礎 為什麼呢 這個案子在台北 我在高雄就在我一整年 每個禮拜都上去 高鐵費花了大概15萬塊 當然業主是有給我的 但是這個也是不曉得一筆錢 那後來我們在2011年 我們就做到另外一個小案子 這個是一個 也是從英國回來的 台灣的華人的一個老家要改造 那這個原來的狀況是這樣子 回來的時候這個狀態 我去看就是這個狀態 破就是這樣 然後預算只有多少錢 你知道嗎 因為只有300萬而已 300萬要趕這樣子 我當時還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趕這樣子 但是那時候的300萬 2011年其實距離現在來六七年而已 現在經歷過疫情 這樣沒有花一千萬 我們做不出來 但當時他真賺到 就這樣講 那你可以看到 那時候我們就第一次 試著從建築到市場 整個把它走 所以整個的圖說 類似的處理 包括我在公共工程那邊的一些經驗 就可以把它帶過來 所以這個案子也是剛好 我們在剛勞工博管外場的那個 廠商 介紹過來幫我做 通報完成 所以 人生的過程當中 當然不是像大家想的 看我這樣好像穿得體面 然後長得剛剛靜靜 這樣我一路順遂沒有過 各位 我其實在過程當中也是相當辛苦的 只是在YouTube上面 或是在一般課程上面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本人 不能跟你聊太多這種私事 但今天這個節目跟大家分享 所有的過程當中都是辛苦的過程 辛苦累積出來的過程 那到了2017年 當時的建築師 剛剛 就是考了青年真的考不上很難考 青年是超級難考 考了青年才要問考上 這時還沒有考上 但是我正在努力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製造 但他們就是製造 我們就在試著說 怎麼樣Toro Rubis做這個事情 那這個案子是那時候 已經考上前夕的案子接到了 我非常感動 因為為了要考建築師 什麼案子都推掉了 所以沒案子 哇 剛結婚都死定了 我要怎麼吃飯 我要怎麼生活 那些孩子剛懷孕 要怎麼辦 結果在勞工博物館那個案子 就是勞工教育中心R7那個案子 樓上曾經做過一個樓層 幫他們做一個二十幾萬的小裝修 那個人很遲遠後來離職 但是他記得我 當時的專業跟當時的用心 他就打電話跟我說 你要幫我接 因為如果你不接 我爸爸就要找對面這個房子 改造的頭巨師 幫我改造我們的家 對面這一棟 對面這一棟 這一棟狀態 如果他改就會變這個樣子 他說不要這樣子 我不要這樣 拜託你來救救我 然後我就 我就也覺得很有趣 試試看好了 因為他爸爸其實是很好 爸爸 但是其實他們都已經根深蒂固 覺得說 我去篩球找什麼建築師 找什麼設計師呢 幹嘛浪費設計費呢 後來我當然也就是 用感恩的心 給他一個低的設計費 但是 但是我就成就了這個案子 到現在 我們都還有在持續跟他 他到今年 就過年 他還寄送了哈密瓜魯魯給我 我都覺得很感動 當然會有回憶點 但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很好的善循環 所以你看 這個案子在做的時候 就整個模型都做完了 當然這個也滿意大利的講一下 那他這個外面的分割縫 包括屋頂怎麼做事情 都會講得很清楚 然後透過這個整個 整個本體長的樣子 改變這個狀態 對大家講 其實就像這個轉換一樣 那裡面的構造呢 當時也是第一次 我認真的去提到 原來構造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透過 鋼構的命名 去解決鋼構的位置 獨立結構的關係 我改圖的時候 怎麼樣可以去處理 所以各位在現場看到 我們的會員講 老實說也不都是 完全現在馬上發生 這就是過往 一點一點累積到現在 那包括這個樓梯的 這個透空的這種做法 在圖梭上的怎麼樣的處理 你看樓梯的玻璃跟 踏接啊 然後接觸啊 都是因為我的案子 所以我們都會談到 可以這樣發展 注意看2017年 沒騙大家 這也沒什麼好騙的 那各位來看 包括那時候的開關插座 在很早之前 我就理解開關插座 對屋主來說 對水電師傅來說 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一個小小的廚房 如果你能夠把插座標清楚 如果你能讓屋主看得出來 他的水管是什麼地方 他的管線怎麼走 他還需要擔心 天天跑讓你去嗎 不用啊 當然你不需要監督 他有做到 所以透過這個案子就可以理解 其實圖不是現場會造作 但你又有圖 屋主會先安心 而安心的屋主 跟你的溝通 就不會建立在一個 不信任感上面 這對我們來說 是相當有幫助的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這種 簡單的一樓 二樓三樓四樓的切割 去看到不同樓層的東西 事實上這種案子 對很多厲害的高手來講 不算什麼 但是對我們來說 落實一個 當下的最好的狀態 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環空的狀況 其實照片看起來不錯 當然現場看起來 有時候會舊 但無妨 因為他的預算 一絲也出 六百萬而已 也沒有很多 所以這個 每個人都有早期的時候 每個人都很基礎的時候 千萬不要小看基礎 當下累積的養分 對我們來說 這是後面很棒的發展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段 那這個直播這邊 讓大家熟悉一下 那我喝個水 然後我們準備看第二段 還在直播 所以我們剛好 然後也是有去 我學校那一段時間 跟你分享的東西 讓更多人知道 上次的直播其實沒有很順利 所以這一次 直播在頭上 我也希望過年前 這段時間 讓更多人認識我們的過程 那也可以 如果有更多人 可以想 聊聊一些什麼 在現場可以聊 我覺得 該好的 比較好的知識 跟比較好的內容 可以share給全世界人 看是很棒的事情 我們現在課程 要越多 北美的也有 像上海的 香港的 然後日本的也有 就有很多人看到這件事情 當然都是華人 可是他們就知道說 其實很少有人像我們這樣子 是從 非模型本位主義的角度去看BIM的 因為 用模型主義本位去看BIM 你會容易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不斷不斷的加深 在模型上的細度 所以會有人談到 level of development 或者是 那個 level of detail 可是這個事情對於 在畫圖的人來講 其實都不是太優秀 因為他會 很容易出現一種感覺 就是 我好像必須要 不斷的不斷的把模型畫得很細 但事實上那個 對真正的意義很小 我們還是希望說 可以盡量幫助 所有能理解 選擇比努力重要 早上才有個基電 這先生公司老闆 他本身就是諮詢背景的人 他在這兩三年前 加入了BIM的模式 想要蓋房子 結果他畫出來的圖 沒有人要看 沒有人要用 畫出來的模型 沒有人想要跟他討論 別人就覺得這不是圖 他就很困擾 然後一直到我們禮拜 這禮拜一去 這個高雄世界圖經營學會演講的時候 他遇到我 他也跟我說 其實如果當時 早一點知道 有這個所謂的管理邏輯 就是我們課程上的管理邏輯 他看過之後 那麼 他就可以 減少這麼多遊望路的走 走過的浪費 我跟他講 是你不浪費 你沒有走過那個 你怎麼知道你現在走的是對還是錯 走過的絕對都是值得的 就是因為你走過 所以你才知道 現在一定要從管理層面去看 整個模型的架構 模型的資訊 模型的分類 模型的階段 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開始2018年 2018年在談的事情 就是在透過 Rubbies探討這些 模型普遍的事情 也就是說 我們更優化了 所謂的PIM在 後續媒體發展 或是投獎 投比賽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在談 但投資圖的應用的時候 就來做這個事情 你看到這個案子 這案子其實是一個真實的畫面 因為本來這個案子的撥面 就是有一個陰衝在上面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個事情開始去想 如果我在做設計的時候 就早點把這件想起來 然後應用到現場 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案子當然 案子不是很複雜 它就只是單純的用所有的目作 去做這些處理 所以它也是一個相當小鈺的案子 但是這張圖 算是一個當時的心態端 也就是說透過這張圖說 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 這個房子是一個老屋 也是一個很單純的鐵集物 跟兩層樓的房子 怎麼去加入一個簡單的煙囪 跟一個高架的小房子 然後解決一個樓梯 跟一個下面的空間 就這麼單純的案子 但這個案子 透過我們這樣的分析之後 屋主清楚 而且施工的人也相當想 其實可以理解 這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油層跟構架 然後透過這個 一個回軒一個回軒兩個房子 就做了 產生像這樣的一個圖說 可以把這幾顆拉出來 基本上就很清楚知道 這個案子就做這幾顆而已 也沒有做太多事情 但是用比較少的材料 比較好的調性 去做處理之後 它呈現的效果其實蠻好的 而且這也是單純的Rubis的圖說 直接拉一個爆炸圖 就可以出現的結果 所以看到其實從上面到下面 我們透過材料去看到 樓上樓下的關係 還有這個燈的這個效果 就可以呈現我們要的那種感覺 那到2019年呢 我們第二階段 就是剛剛我們第一個 在2018那一年做的設計房子 這個屋主也在不找我們 他可能被我一年來 回14萬的高鐵費感動到 所以說他要找我來做他第二個房子 那這個第二個房子呢 我們在談怎麼樣 讓我不用一直跑那裡去 因為當時那個我是每個禮拜 都坐高鐵來回 真的一整天耶 一次就一整天耶 我還在讀博士班 其實這個對我來說 真的相當消耗 那到這個階段 他就跟我說 你這樣太辛苦了 我看你這樣太累了 他就找現場當地的公班 也是設計師的公班 他就說 那他們是施工吧 你就負責告訴他們 要做什麼事就好 我說這樣也好 我就不用去這麼多事 所以這個案子也得到 這個German Design Award的獎項 但是重點在這個地方 你看喔 這地方我們就在談 這個牆壁的關係 我們想要做一個這種 立面的變化的這個木材 那透過Rubison在裡面的 這個所謂的材料的變化 他可以清楚地讓現場知道 把這個圖放大 就可以去對準 這地方哪些要出哪些要凹 所以你看完工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哪些出哪些要凹 是照著我的圖所走的 當然我還特別要求 這個東西不能拿現場的東西切割 他一定要去拿一根 長長的這個石木 採好那個東西 然後一段一段切給我看 所以他遠端還要給我看一下錄影 所以真的還做這個事 我才可以做 所以透過這件事情 就完成這個成果 而這個成果呢 可以看到 這個細節 每個東西都可以被磕得好好的 所以 包括右邊這邊 組合過的一個一個分段 都是對齊在一起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就發現 原來如果你把圖畫好了 你還真的不一定要跑到現場去 才可以把事情做完 當然這個必須要先沟通 那個人願意照你的圖做 因為其實在先進建築界 雙修界 或者是基建界 土木界 還是有很多你圖畫很清楚 他還是會瞭你的 我也沒辦法 代表那個人所托非人 但如果你所托為當時適當的人 可能就可以完成這個效果 那過來再到018 看剛剛那一系列的訓練之後 我們開始 好不容易也很榮幸的接到一個 所謂的高級住戶 也就是說 這個裝修呢 這一層我花了1500萬 比如剛剛的那個 一棟房子600萬 一棟房子300萬 好很多很多 結果我就相當感動了 相當 覺得人生真的是 開始有點機會了 那就很認真的去做這個事情 那這個事情 在談的事情 我就開始把圖跟對齊這些事情 包括剖面的關係 開始去優化它 包括 立面圖 平面圖 剖面圖 內櫃圖 材料的變動 還有 在空間上的這種組合上 我要怎麼樣去透過這種 開合版 細節上的說明 尺寸上的調整 然後強調那個detail 開始將圖更加的細化 也就是說從建築到室內中修的時候 它的細化絕對不太一樣 那同時我們又進到 像這個 我們剛說的這個位置 打開關子來 所以它會出現不同的成果 那 那到後期的時候 我們也要上雜誌 所以就會做簡單的排版 讓別人可以去應用 然後 到2019年 我們就開始 真的去認真的做一個公共淨圖 這時候淨圖事實 早已考到開業了 開業的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去做到這個案子 那我們就開始去想 我們剛說了 大概七八千萬的案子 大概只有十天的案子 可以十天的時間 只能讓你報而已 十天包含所有的設計 勘查到報告書到模型到完成 所以要做動畫 又要做模型 又要解決所有的問題 所以這個東西 就因為我們剛剛前面的訓練 過往的訓練已經達到一個 某種程度的累積了 所以做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不算什麼 我也不會跟各位講 這個時候我才剛才有 我就一個人 我連個員工都沒有 必須要完成這件事情 當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請貝見論師 願意給我當成所謂的 名義上的靠山 但是圖還是要我自己畫 所以某種程度來說 這全部的東西 都是要自己完成的 那麼到後期的這種 所謂的施工讀說 當然那時候已經有很多員工了 可是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在做這個事情 就是開始訓練知道 其實Rubus 如果你把所有的交換完 他進到光光層 肯定沒問題的 包括這種圖縮大樣圖 天花板 都市設計審材 所有的建造 還有Render的基本效果 然後這種區域的圖縮 完全都可以 都市場圖縮 所有的東西都在Rubus 建模 我們完全沒有跳到外面 去做什麼CAD Photoshop都沒有 就在裡面直接完成 這樣好處什麼 當被修改的時候 我改一個全部都改好 我不用再像過網一樣 我改東西 然後進到來再修一下 再調一下設證 再匯回來 然後那個人突然沒有來 或那個人突然生病 這個案子就卡住了 不過這有種事發生 所以我們就在串聯這個整個流程 而我們的課程 也不斷地跟各位講 所謂的串聯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剛開始就開頭提到 你說你是為了什麼而來 用病的 你是為了要解決你的問題 還是要看到趨勢 還是要因為你有什麼需求 而這個事情就在談 三個都談的事情 不談理由而已 所以 接下來到2019年 我剛剛說那個屋主 又給我這三個案子 這時候這個案子跟我說 怎麼做我隨便你 預算不限制 我也不看你 做什麼設計 我看你怎麼做就怎麼做 反正你做了不好我就罵你 做了好我就身在你 這個案子 得到好多獎 好業主很重要 他怎麼放鬆給你之後 你就怎麼幫他完成這個事情 那因為我一直在前面那兩個案子 一直覺得那房子他住的 後來他給他兒子住了 到這一天他說 這件是你要住的沒錯了 對這件是我要住的 我聽各位說 等一下跟各位講 最後是不是他住的 那你看 這個案子其實就是因為 他是一個即將退休的媽媽 所以說 我們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像是 就是在空間中有一些 像他在南陀竹山的這種傳統家具 空間要有這種分骨 可是要有美術館的感覺 自然的 美術館的感覺 外面有他們竹林的感覺 看起來就很自然 很舒服 可是看起來又比較高癢 那這個案子不大 其實就20坪而已 20坪加個夾層30坪而已 很小一間 但剛看起來沒那麼小間對不對 你看進去之後就是一個桌子 就是一般佔滿空間了 然後這邊 因為一般的空間 在這個地方其實會很擠很瑣碎 所以我們刻意把廁所藏起來 變成櫃子 變成亮體 所以你基本上看不到這個廁所的空間 然後 這個地方是他的書桌 很大的書桌 這邊會有兩個窗戶可以看到外面 然後這邊有個房間 他的主臥房 他偏偏有點喜歡榻榻米 所以他完全沒有床的觀念 看不到床 就只有榻榻米而已 所以他也沒有床的問題 然後廁所 主臥房在這邊 我又刻意把他做一個衣� 把他封起來 讓他看不到廁所 所以層層的分割之後 產生這樣的效果 然後我們剛剛不是在2018年 就做了一個事情嗎 就是這種東西的剖面 的事情 的效果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空間的關係 注意看 這邊不是畫錯了 樓上 樓高3米6 扣掉290公分 真的就只有1米8而已 超級小 所以樓上爬上去之後 其實這個地方可以給小孩玩的 大概很難睡覺 但他跟我說 他偶爾住 然後他兒子會回來玩嗎 以後會帶孫子嗎 結果他現在給他另外一個兒子住了 他有四個兒子 這我也不要放 他有四個兒子嗎 他有四個兒子 其實因為兒子錢太多 是不需要買房子 到處都有房子可以住 三個兒子三間房子都準備好了 他住在剛剛第二棟那一間 所以我就覺得很棒很棒 我終於還是完成了一個有趣的空間 然後你看 在這個空間當中 你看這個地方有樓梯下的那個 一個看外面的景色 有一個非常長的桌子 然後樓梯下可以放到自己的空間 然後地板用了這個無階縫的地板 整個是無階膜的地板 然後空間一般都白色跟木色 某種程度來講 把那種傳統的木頭也帶出一種 很高階的吊慶 然後在空間的圖說 當時這個案子也是一樣 我不用到現場 這個案子真的 從樓到尾只去過三次 然後這個 我也跟他拿過一年去 反正我只去賽事就完成這個事情 所以我蠻感動的 那可以看到像這個磚頭的關係 包括這個 你看這個是廁所門 所以廁所門跟櫃子都在這邊 看不出來是一個 感覺上是空間的變動 然後天保板的這個處理 還有這個空間的美感 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到這個階段 已經大概也是 我進到室內設計的階段 已經得到一個我覺得 好像可以用建築的角度 切入室內設計 但是後來我又覺得 好像太建築了 因為看起來都沒有加具 沒有軟裝啊 沒有配飾 有點生意 所以到2020年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老屋改造的房子 那這個屋主就是年輕人 跟我年紀差不多 那他那時候就是買了一個老房子 我跟你講 我現在看起來他真的賺到了 2020年疫情還沒有來 還沒有高漲 那時候工程費還很低 他這個房子在現在這個時間 團費了 當時他可能花了800萬 裝潢花了800萬 1600萬 現在大概可以2.2500 裝潢都賺回來了 所以選擇比努力重要 這很重要 那你看到這個地方 在後續的這個地方 我們就很注意這種 所謂的滴水線啊 那時候我們就來做 從建築到室裝的轉換 所以階段性的這個事情 我們在支持課程上 也不斷跟大家提起 階段性這個東西 是要被設定好的 你沒有設定好階段性 你其實是很難讓建築 建築跟室裝圖 分開去談事情 你把室裝圖 拿給建築的人做 有什麼意義 建築的人 根本不管你室裝要做啥 他只要把他的空間做完 就關他的事了 那你把這個 室裝的圖 給建築的人看不懂 你把建築給你室裝的人看 他也不想看 我只做我要的櫃子 跟我們的座外 會像老闆而已 就看看建築幹什麼 所以我這邊要分享一下 就是圖說的概念性 的目標性很重要 我們不斷在課剛剛提這個事 這次也是跟他講的邏輯是一樣的 那你看 再來一次 這時候的圖片圖 就更加詳細 看到嗎 我們這時候圖圖 冷氣啊 天井啊 燈具啊 高層啊 還有人的關係 尺度啊 透過這種附層構造的東西 一切下去 就跟影線更加一不了人 所以 讓我們這種一不了人的做法 去做出來的時候 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那當然 我們在施工組上 就已經完成這款做法了 然後 透過這個建築師 自以為的對線 我就很Cave這條線 有沒有對齊 有沒有 最好水平對線 有沒有對齊 然後關係的組合 然後還有這種空間的架構 開始做了一些比較溫暖的建築區 那你看 到最後我們還是透過這種構架 去清楚的說明 裝潢就只有這麼膽純的東西 但是空間不大 怎麼樣去讓自己做得比較 恰無其分 然後這個地方 還滿適合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當時我們在拍攝的那邊 有個路過然後上過來 就用台語跟我講說 這是什麼空間啊 我覺得好好看 是不是有要當產品 這就是他的住家 一個年輕夫婦的住家 他說我會拍個照 我說沒關係 就有上很可愛的照片 有帶著安全帽拿上拍照片 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其實做設計師或做建築師 對這個社會是有一些影響力的 他是可以幫助這個社會 帶來一些比較 讓人產生期待的氛圍 那平平我又是用不同的軟體 跟不同的邏輯去創建這個事情 所以用這種方式去串連這個所有的架構 得到成果 才是相當有趣的一個發展 那到2021年 也就是一年多前 我們就開始接到一個 也是成大建築系的學長的案子 那這個案子呢 他很特別 他是一個藝術家 而這個藝術家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 已經不是剛剛的所謂的軟式 這就是那個層次 我們要試圖的 將設計做得像美術館一樣 但是你要退居在後 讓他的作品可以跳出來 所以這張照片 可以讓他的作品 清楚的作品 在白色的層次上跳出來 而不會去讓我們空間搶氣 所以在這個空間當中 我們就會試圖的去用一些 比較自然的面 自然的構造 還有輕巧的關係 還有組合的觀念 還有像這個天花板的燈 你看這個每個燈都要兌現喔 這很難做 兌現 然後還要做分割縫 去跟他的這個 所有的 他的作品產生呼應 那所以 在這個階段的圖說 就越來越複雜了 開始出現這種 3D阿 然後立面阿 剖面阿 平面阿 然後大樣阿 構造的關係 這張圖說 在當時處理的方法 就已經可以讓我們所有的業主 感覺到 他交代的相當相機 他也看得懂 公辦看得懂 我也好溝通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近期 我們交給大家真實的課程而已 也希望大家真的是在課程當中 是可以完整的去把這個事情落實下去 雖然他會花你一點點時間 但是我跟你保證 你到後期在做這個所有的事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相當神利 所以你看 一樣的 剖面這個時候就已經不是主角了 我開始試著用剖面去解釋 空間上的關係 從這個地方的這個線 帶到天花板 再從那邊帶下來 所以這邊就開始出現這樣的成果 以這樣的發展去處理我們所有的構造大漾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小大漾 所有的細節 所有的盤子的關係 還有這種東西 它都可以一個一個被資訊帶動得清清楚楚 當然我們還是要上雜誌上媒體 所以就會開始出現這種平面圖 然後做這種簡單的處理 這個案子在這裡幫我們做了一個材料組 這個後面這很像的板 是屋主自己設計的 而他給我們之後 我們去把它塑成板子 然後貼到牆壁上 然後這個也是他自己設計的床包 用整頭套 整個一賣箱整個串連 對我們來說也很有趣 而且這也是很好的程式 讓空間開始不單純只是在做空間 而是把空間跟在後整個串連在一起 當然這個是剛剛那個圖 包括旁邊的這種構架細節 都可以把它強調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更加詳細的去處理這種 所謂的Pattern的關係 就是這種裡面的 剖面的細節的大樣的關係 然後包括房間 房間也是開始去做這種 所謂的曲面的事情 把空間的分圍把它拖開出來 到2021年我們做了這個頭一禁 這個案子在做的地方就更加複雜一些 它也不是建築 也不是單純室內的 它有點像是這個中介點 因為它其實是個教育空間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會談 大概它的構架是怎麼回事 它有原來的建築物 原來的建築物是什麼一個狀態 我們要怎麼去解決 然後再透過這種空間的關係 去做建築的轉換 去做切點 去看到整個資產的構架 然後一樣切個鋪面 注意看這張鋪面比剛剛更加詳細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活動相當重複 所以活動切下去 這個空間感就會相當好 而且我們在合成的這個同事 在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它就會更加用心去體會 我還帶他去走過 他才知道怎麼樣去看 那邊發生什麼活動 比如說這邊有人在爬 這邊有人在準備看游泳 這邊有人爬下來要看空間 這邊有人在洗手 這邊有小朋友們大人老師在玩 這邊有人在游泳 在外面的人看裡面 這件事情就會開始 跟我的設計產生關係 而這個設計跟這個內容 它就是一個連貫的內容 這個是完成後的實景 你看不便利往時 接到連直彈的那種 視覺效果是很好 然後模型的處理 就會相當長期的 可以從一樓、二樓 的組合關係 全部都一心都從來 看到這個架構 所以到這個階段 各位還在現場 我們這個節目朋友在看 都知道 這個不是在談模型的清晰度 這個東西 從其量也不過只是 幫助我們把我們的設計 弱勢完成的一個很好的架構而已 可是它並不是在談 模型細不細 而是在談 你模型怎麼樣去產生 幫助你成功完成後果 你看 為了要做這個事情 還有什麼複雜 我拿來的鋼構 其實是沒有那麼詳細的 為了要加強它 我們還要去做了很多 顏色的變動 所以去說明 新建的鋼構 跟現有鋼構 怎麼樣組合 怎麼樣按接 怎麼樣處理 圖 詳細的數量 都可以透過BIM 去把它整個算出來 所以 在裡面的小孩 這個網子 就兩頓多 兩頓多的網子 掛在這個 原來是很弱的鋼構裡頭 你不去用新建的鋼構 怎麼行啊 而且這個還是我兒子 你知道嗎 我兒子在裡面玩 我真的看到他們兩個 有沒有 那麼小時候 他們就讓模特兒 如果自己掛在頭 趕他下去嗎 對啊 這是小片的空間 所以做這個設計 做這種建築 做這種室內空間的人 真的要有兩親 你不是當下那個世界 你在做的是一個長期的能量 發展 所以 這個 看到這邊 大家可以理解 大概從2018到現在 我一路走來 有一個心目歷程 大概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最後 停在這邊 當然最後也要跟各位講 因為現在的我們 又走到另外一個層次之後 這個022 你看 開始我們在談 模型跟空間的組合 在這個案子裡頭 我們就在試著做一些 所謂的構造上的特別的國家 讓他把這種口感的構造 和後照上的可能性 變化 然後再看到空間中 如何讓一個形狀的空間 變成一個量體的雕塑 這個完全都是設備櫃的東西 感覺會提起來 要被從上面長下來的感覺 然後透過我們 其實優化的這種空間的圖說 從上面看下來的內容 看到這個空間的感覺 以及照片跟這個模型的組合的關係 還有空間的這個怎麼對照的效果 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在談的東西 已經比較像是什麼 就是像是我們在試著 把整個流程串接成一個 屬於我們自己的獨特樣式 而我們的課程當中 也希望讓大家 自己透過自己的模式 去產生你自己的獨特樣式 這東西大家都看過了 主的架構跟空間的感覺 其實都OK 然後一個圖書的介紹 其實都相當清楚 好 最後我們來看看點燃 講了這麼多 講了這麼多的過往歷程 最後我終於發現一個事情 我們在BIM原來做了這麼多事情 這個過往到現在 這個還是我還沒有學到2008 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都很努力的在 試圖的想要讓自己 努力的過程分享給大家 讓更多人去理解 這件事情是可以被完成的 而這件事情跟國外是怎麼接軌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不同的時間點 就會有一些介紹 我們也上了這個室內設計雜誌的內容 然後去談BIM跟室內設計怎麼發展 然後我在2021年 也真的開了一個第一堂課 去講四射班的這個上課紀錄 然後到不同的地方去上課 然後也開始有很多人 給我們一些很好的回饋 然後我們也做了這個BIM的頻道 整個過程當中 就是濃縮了我們過往的 整個室內設計跟建築設計的關係 怎麼請照啊 怎麼做這個建造圖縮 怎麼去做視窗審查 怎麼在設計上就可以 把建築的東西搞定 然後怎麼去把材料都叫出來 叫清楚 然後怎麼樣去室內設計 也可以把所有的數量都整的 整得很清楚 然後讓所有的東西 可以一心一目了 看到所有的東西 然後同時間我們還可以 將價格算出來 總價算出來 然後讓所有的 在光層初期在顧價的時候 就可以快速的跟空間討論 也可以讓目組清楚 然後把迷信表叫出來 窗叫出來 開關插座叫出來 所有的數量表都算出來 然後還可以算出整磚的數量 所以其實圖密貌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說 就是各位看到 從2018到現在 它其實不是突然冒出來的 它其實是從以前就出來的東西 所以很多人會看到我現在這個狀態 或是在網路上看到我這些東西 說你這個都是從哪裡學來的 其實看了這一劑 看了這整個的紀錄 我相信各位就理解 這過往其實都是很真實 紮實的在去為當下而努力 得到現在的這個成果 OK 那我們也跟各位再去分享一下 最後這幾個點 希望各位一定要記得 所以你在進到BIM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這個六個點 而這個六個點 它就是會幫助你去理解 所謂的選擇比努力重要這個事情 第一個 專案工作流程 不能夠再用原來的狀態 我今天才跟我的經濟公司老闆 聊到這個事 就是說 如果你用騎摩摩車的角度 可以在街上中 穿越街上的角度去開車 你肯定裝車 對吧 你今天用開汽車的角度去開飛機 你肯定裝飛機 也就是說 你不能用那個 不對的工作的人去 去劃必要的東西 所以當然不能做這個事 你一定要注意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流程 第二個 公司資料庫這個事情 你剛看到我們在做這個事 你做了一個 不能再用 你每次從來拿那麼多生命 你要資料庫要串結在一起 第三個 不要再用CAT的出土 你這樣CAT的出土 你就會把他綁住 不是嗎 我今天開車開來班突然說 換摩托這樣子 不合理 不開可能幹這種事 當然他有他的必然性在 有時候你還是有跟你揚起摩托 來解決問題 可是你總是要先理解 盡量不要出現這種惡風狀態 過來 Sketchop可以用 可以用 BIM本來就是個平台觀念 它不是說我只有這個軟體就可以 Rubit也不會是BIM代表 Archicad也不是BIM代表 MicroStage也不是BIM代表 重點是 你做的事情是為了什麼目標而做 什麼目標而做很重要 如果你不用什麼目標而做 你就會很容易覺得 我用這個東西 只能用某個軟體 這樣不行 過來 最後 用真正案子是Rub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用真正案子是Rub 其實很容易出現這個模型 不要讓自己出現現模型的狀態 而讓自己去解決專案 解決成果 影響你的目標 是最重要的 最後 最後 每個專案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我剛剛說的 到底 你要會給誰看 如果你沒把它搞定 那麼 你畫出來的圖 給不對人看 就這樣怎麼來了 我今天給一個 不吃肉的人吃牛肉 再高級他的武感 我今天給一個 我今天給一個 不能夠 不能夠 吃肉的人吃菜 喜歡吃肉的人吃菜 他大概也吃不下去 好 我們也解釋一下所有同學們的一些介紹 你看 這個是從建築運到室內室內的人 而這個是兩個月 他就可以把整套圖書都學起來的朋友 這個是建築師 他從事做建築的室內設計 所以你看 室內設計他本來是一個長期愛用者 就做了很順暢的發展成他現在的成果 這個案例也是很重要 這是營造廠建設公司的二代 因為他平常在上班 他不會去工地 所以你看 他就畫了這個圖 給他的水天老闆 再給他 你看 我剛剛說的 遠端執行這個事情 是肯定可以做到的 只是看你要不要做而已 好 那我想 今天到這裡 留在這邊 也跟大家提到這個資格點 剛剛這個幾個 大家已經重複過了 也很高興跟各位分享 我們今天的直播 從2008年到2023年 這一段整個進入歷程 我們會持續不斷的 為各位找出更多應用的機會 也謝謝大家 不斷的支持我們的YouTube頻道 你可以 有空的話按個讚 然後訂個月 就可以看到我們 不斷的更新 那如果越多人跟我們提問題 我們會親自跟大家回答 OK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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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